不太同意 不好吧 就是天氣的因素 颱風假放完要補回來 民眾聽到面有難色 力排眾議的是台北市政府 北市人事觸提借硬案 主張未來颱風假 如果放在上班日 就要另繳週六週日 補班補課 如果放在例假日 就不需補班補課 理由是怕假放太多 影響經濟發展 大概面臨到 一個極端氣候的情形 所以可能未來 這樣的假可能 它機率就會很高 我們國家整體的經濟生產力 不要減少 因此我們就向中央提出這個建議 台北市去年颱風假放四天 放到平常上班日的只有兩天 前年更只有放一天 消息一出 各縣市不打算跟進 基隆市說颱風假補班沒必要 新北市不支持 台中市說實時有困難 高雄市也不打算跟進 放更早放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因為我自己是工作的人 那當然會希望多放一天假 不用這區講說 說這個會造成什麼經濟的問題 然後用這麼大的帽子去扣 我覺得不要剝奪 民眾的一個小確幸 要處理的話是由中央來做政客 我們這是基於一個地方政府的立場 我們把這個議題拋出來 讓大家來一起來共同思考 各界不支持 北市府現在說決定權在中央 只是提建議供外界討論 柯正出不了市府再度踢到鐵板 記者綜合 記者綜合